啊 哈哈看起来很美味 哈哈小朋友们 今天我绿巨人和小泽一起分享喝果汁 电话响了 小泽你借一下 哈喽你好我是谁 啊小泽你好 我是贝利亚 我肚子饿了 我想吃肉 哇你们要吃贝利亚 他肚子饿了 我现在进了奥特厨房做东西给他吃 奥特曼们 贝利亚肚子饿了 他想吃肉 你们给他做个肉吃吧 好的小泽 他想吃肉 我最拿手的就是新椒肉丝了 你让他来吧 小朋友们 现在我们就做美味的新椒肉丝 给贝老黑吃 第一步还是放我们奥特曼自己炸的花生油 之后放入松花和蒜还有姜 把它们点香 现在放入肉丝 接着放入料酒 除去腥味 之后再放入素 这样肉就会更香了 再放入一些酱油 哇小朋友们 赛罗奥特曼的手艺真不错 这肉可真香啊 是的是的 我大老远的就闻到了肉的香味 我贝老黑最喜欢吃肉了 对了赛罗你放酱油了吧 一定要放酱油啊 当然放辣 贝利啊 你快进来吧 小朋友们看 贝老黑脸皮可真厚 到我们这里送饭 还这么挑剔 我来啦 你先去和银河坐一会 赛马上就好 银河奥特曼 一会肉烧好了 你要多吃一点 多吃肉才能长高呀 现在我们放入辣椒 把辣椒的香味扫出来就可以出锅了 最后放入盐 把盐拌均匀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小朋友们 这杏椒肉丝就着米饭吃可香了 贝利啊 你赶快尝尝怎么样吧 啊 小朋友们 闻起来又辣又香 我就着这肉丝饭 一顿可以吃八碗米饭 贝利啊 那你可真成了饭腾了呀 小朋友们 我们可不能暴饮暴食啊 啊 小朋友们好 又是奥特兄弟玩具 我不喜欢 攻击 啊 我要新玩具 新玩具 哇 这是什么 这好像是恐龙战舍 小朋友们 这个玩具我喜欢 现在我们就打开玩 哇 有很多的零件呀 这是恐龙战舍 这些应该是轨道的零件 我们先组装一下 把这些像花瓣一样的东西 一个一个的杀起来就可以了 哇 不错呀 现在快组装的杀不多了 我把这两条轨道连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看 组装好了 很少的一个轨道 我要把轨道放在恐龙和鳄鱼身上 这样玩才有意思 我们现在看看恐龙战舍的表现如何吧 它的开关在它的射尾 我们打开这里就可以 看 打开开关 它的灯光就会发亮 我们现在放在轨道上 让它跑起来 看 小朋友们 它的速度好快 真的是太厉害了 恐龙和鳄鱼 它都能翻过去 看 即使在有这么多障碍物的情况下 它也可以上通无阻 只要有轨道 它哪里都可以奔石 真的是太好玩了 下面是高难度动作 即使是倒转过来 它也不会掉下来 我们现在欣赏一下它的慢动作 真的不愧叫恐龙战舍 力量十足 看这么大的胁迫 它也能过去 这块接近于90度了 它真的是非常厉害 妈妈一学 我不喜欢 攻击 哪里 啊 小泽 你怎么又莫名其妙的攻击我们 我和钢铁侠给你带来了好玩的玩具 是的 小泽 我们给你带来了好玩的恐龙蛋盲盒玩具呢 那你们会把玩具给变出来 一个大的恐龙蛋里面有两个小的恐龙蛋 小朋友们这是什么玩具 小朋友们 这是好玩的恐龙蛋盲盒玩具 放在水里 恐龙蛋就会孵化出小恐龙 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恐龙 每一个恐龙蛋里的恐龙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 小泽 你快打开放进水里吧 小朋友们 我现在就打开玩 小朋友们 看 这就是恐龙蛋盲盒 哇 里面可怕小 还真有小恐龙 小朋友们 我准备用易于高的水 现在就把恐龙蛋放进去 哪里 就在那流水啊 小泽 孵化这个恐龙蛋 需要把这个恐龙蛋装满水 就是通过这个洞装满水的 啊 是的 装满水之后 它就不会浮起来了 而且需要浸泡8到24小时 才能孵化出小恐龙呢 那我们现在就把蛋放进去 继续泡 小朋友们 看 水就是从恐龙蛋底部的两个洞里 流进去的 里面的小恐龙被水浸泡之后 就会变大 就会把蛋伸开 小朋友们 生日的时间 我们就要耐心等待了 The next time 呜 绿巨人 快看 恐龙蛋裂开了 啊 是的 我要通知小泽 小泽小泽 快来呀 恐龙蛋裂开了 我来啦 我来啦 小朋友们 看 恐龙蛋真的裂开了 现在我们把它打开 这个是三鸟龙 我们再证换另一个 这个是吉隆 这个吉隆很像哥斯拉小时候的样子 小朋友们好 我是小哥斯拉 这两个是我的伙伴 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开心的玩耍 是的 是的 我们很开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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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水打在身上非常的舒服 我还和妹妹一起玩着鸭子游泳车 我们在海边玩的时候一定要紧跟着跟我的妈妈 千万不能去深海哟 我在玩的时候被杠打了一下 还喝了一口海水 海水很咸 很难喝 台边的刷子很软 躲在上面很舒服 本来我要用小铲子挖一个城堡的 可是小铲子的质量不好 挖几下沙子就挖坠了 最后我和爸爸又玩起了水枪 我本来想在山坛上再挖些海鲜的 比如小鱼小虾或者螃蟹 但是挖了半天只找到了一些贝壳 海边的太阳很大 我们到海边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哟 今天就玩到这里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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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